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其实昨天是因为习近平和王立军这件事情 应该说把其他的一些新闻给冲击掉 其实昨天有另外一条消息 表明一个概念 中国的经济走向非常麻烦的状态之下 那作为曾庆红所主控的原来的江家帮 想在混乱的环境当中 自己出头求得生存 那篇文章主要的这个概念是在这 所以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 我又找到了这篇文章 时间上稍微靠后了一点 稍微迟了一点 但是内容所反映的是非常的 应该说比较现实的一种状况 那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中国经济面临着崩溃 左派释出军管来清洗右派 文章实际他主要是提到了中共中央的党校的学习时报的复边神 那邓宇文的那篇文章叫做胡温的政治遗产 那这篇文章呢 我跟大家分享过 大概是前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 在现在我们看到这篇文章里也提到说 中共党内刊物在胡温尚未离职之时 就开始措辞强烈的批评胡温 这实属罕见 所以引起外界的猜测 那根据大约的媒体所获得的消息讲说 整个江派是以周永康 曾庆红联合了中共的左派 目的是借助今天中国经济本身面临崩溃的这种混乱的场面 借机搅局 试图实现军事管制 同时以此来清洗包括温家宝 汪洋等代表的右派 来制衡和最后从胡锦涛和习近平的手中夺权 从今天我们看到的包括习近平和王立军的这种事情 特别是对习近平的这种猜测 我们确实能够感触到曾庆红 周永康的试图反扑 特别是曾庆红 那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分享过 从其他的渠道 特别是南华早报和美国的明镜周刊 那他们拿出来的东西都直接跟曾庆红有关 而且每篇文章必须要提到江泽民 而他的方向很清楚 直接矛头冲向的 冲的是胡锦涛和温家宝 这就是我们看到非常清晰的场面 所以至于说联合中共的左派 谈不上什么中共的左派 是跟中共其实在我看来是原来的薄熙来 对薄熙来有支持的这一片势力 他营造的舆论是指那样的媒体被曾庆红控制的 但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 我说其实他土崩瓦解 他完蛋了 完蛋的一个确凿的一个关键的原因 就是胡锦涛裸退 在一个星期之前提到了胡锦涛裸退 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从九国改成七个 周永康的位置和李长春的位置将被剔除掉 我当时就跟大家分析说 这就表明了江家帮完全完蛋了 而紧接着我们看到的是曾庆红站到了前面 站到了最前线 不再提江泽民了 然后就我们看到了一个概念 就是紧接着到9月2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换人了 换成了栗战书 而几乎所有的媒体认为 栗战书跟习近平的关系是不得了的 大家曾经在一个锅里吃过饭 因为是在河北省的两个县 相邻的两个县 大家任这个县委书记 那紧接着这是二号的事情 当大家搞不清楚为什么另计划走人的时候 那就出现了CA981 CA981到底上面抓的是什么人 我昨天看的小道消息 大家可以当真可以当假 小道消息 昨天我在Twitter上看到有人说 CA981真正被拿回来的人 是刘奇 原来的北京市委书记 那当时他放消息 放的挺有意思 他说抓的被抓的人 是刘德华和舒奇的结合体 我当时就给他看蒙了 最后落款叫刘奇 这是网上在传 跟大家声明是真是假 大家等着时间 那如果真的是刘奇 那刘奇是江泽民的铁杆 曾庆红的铁杆 所以我们就看到中共党内斗争的这种残酷性 那他指经济状况有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制造业放缓 达到了三年之最 内容提的很多了 我觉得我相信很多朋友切身的感受 比涛哥要感受的更真切了 那第二个他提到的就是裁员潮 工厂倒闭 那一些外资企业出现外迁 那整个的世界工厂呢 出现了凋零的这种现象 那第三个标志呢就是大陆股市创三年新低 连续在创低 我们看到是连续创低 我相信股民呢感受最撤股 他第四点就是地方政府面临着发不出工资 而且纷纷靠卖地来求财 比较典型的说包括深圳的税务部门的工资 税务官啊税务员呢 也工资在降低 说这种情况出现呢 可以看到整个地方政府的财政 实际就是崩溃 在整个全面经济败落的情况下 整个中国的大的国营企业和买卖呢 却被掌控在200个家族 他说他这里提到的是指200个家族 说这话的人是中国人大教授 叫做任建涛 他在2012年6月7号 瑞士信贷银行 中国投资研讨会上所说的这一番话 中国大的200个行业被主要掌控在200家 大的家族里面 然后他直接点出了几个大的家族了 第一个就是江泽民家族了 第二个提到的是曾庆红家族 掌控的石油能源和化工 第三个家族是李鹏家族 掌控着全国的电力行业 第四个家族是指周永康家族 长期掌控着石油行业 第五个家族提到的是王振家族 在中国的金融业影响极大 他后面还提到吴光正的家族 掌控着光大集团的主要的财产 那大家就可想而知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环球时报日前就昨天应该是6号 登了另外一条消息 这条消息跟前面他提到爱国主义的说法呢 大相径庭 法广的文章是这么说的 环球时报称中国再大的尴尬 也已经捂不住了 王立军受到司法起诉的消息公布之后 环球时报发表了评论说 如今中国再大的尴尬也捂盖不住了 而且越来越不会有人去捂了 无论职位多高 谁犯了案都必须面对法律的制裁 不过有舆论也认为 中共对高官的制裁的程度呢 恐怕还是因人而异的 环球时报的主报人啊 主管者啊 纯粹是墙头草 看见需要谁让我登什么 我都成 我只要听您的话 您让我干嘛都成 就是这么快料 但是你说单纯从这句话说 对不对 单纯从这句话上说是对的 环球时报说的不错 所以针对王立军这个案子呢 现在王立军接到拿到的 这个四个罪责呢 他从评论上说呢 就不太一样了 他说王立军的案子很复杂 罪可致死 但估计可以保下一命 那王立军案成为了 薄熙来事件的导火索 所以有提到说 王立军的最终的审判 将反映出中央对薄熙来处理的力度 王立军若被重判的话 那薄熙来可能处分就轻 我觉得现在说这话呢 都早 从九月之初的令计划的职位的改变 习近平爽约了美国国务卿 都看明白 或者说都可以佐证 当初涛哥的分析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些分析都假了 都无所谓 我们关键就是走一步 看一步 而我们刚才触及到的所有这些内容呢 其实就是一个根本 就是这个体制 共产党独裁的体制 那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不得不提到 现在正在香港发生的 类似23年前的天安门事件 那天安门事件 当时学生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 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当时说的很清楚 维护党的领导要反腐败 那今天23年之后 在香港学生们提出来的口号 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 但是形式是完全一样的 我跟大家分享过 80以后的学生 对当年天安门事件不清楚的 今天你买机票 找路子上香港 看看在香港的政府中围发生的学生的事情 那就是8964的翻版 法广有篇文章提到 911这天香港大专院校号召罢课 法广这篇文章这么说的 响应反洗脑运动 香港大专学生9月11号发动罢课 由于港府坚持不撤回 被形容是洗脑的国民教育科 那香港专上大学联合会决定 9月11号下午 发动全港大专院校罢课 预计将会有几千名大专师生参加游行 集中中文大学的百万大道 他说如果政府依然漠视民意的话 他们不排除下一步将罢课行动 推行到全香港的中小学 梁振英已经针对这件事 这个号召做出了反应 梁振英说 罢课是学生的自由的权利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场面 大家记住这话 香港今天学生站出来的口号是 推翻异党专政 抛弃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宣传 抛弃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宣传 拒绝这样的做法 就是拒绝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这是根本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